各位观众晚上好 星期三 人人爱礼 我们来到达玛宇郎和你一起开讲说礼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 可以说是跟每个人的生活呢 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过去我们谈的很多是关于忧郁症 而这次呢有很多的精神科的医生 特别关注精神病人的状态了 对 其实初步统计一个数据 给大家参考一下 在新加坡来讲的话 每一年都有大概600个精神病的新增病例 而且当中还有50%是没有求医的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得到的数据呢 还没有办法涵盖全部的这个精神病患者人数 听到精神病大家一定觉得非常的可怕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要请到了一位留学哈佛的女博士 她曾经罹患过精神病 另外呢也请到了一位精神科的医生 来跟我们分享到底精神病可怕吗 好 欢迎回到人人爱礼 根据卫生部的一项统计显示呢 目前在新加坡有25000个人是患了精神分裂症 而且呢每年的新病新发的病例呢 也有多达600起可见的这个 精神病的患者在我们目前生活当中呢 也是蛮多的也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关注了 就好像一个定时炸弹 你都不知道呢在你旁边原来有这方面的问题 没错 所以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呢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精神专科医生到现场 同时他也是刚刚成立的精神疾病的行动小组主席 洪永元医生 洪医生你好 你好 洪医生好 你好 洪医生给我们说看成立这个精神疾病行动小组的目的 我们是要帮忙那些有精神病的人为他们争取权利 为他们的服务福利争取权利 不过一般的人听到精神病就是有精神病就是那些提笑的人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要怎么样去纠正 我们要教育新加坡人跟他们讲 犹豫症好精神分裂症也好 这是一个病来的 吃了药就会好 可是我们这个从资料发现说有一半的人没有求医 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敢站出来求医呢 我们发觉到这一半之中有20%去找那些非医药的人员 好像说去庙拜神去教堂祷告 其实不是最好的 可是最主要是要看医生先 吃了药会好的 洪医生原谅我 我觉得你好像是尝试要把所谓的精神病或者是忧郁症 把它简单化了 我是做辅导的 我们也见过很多的案例 他们其实即使是去看了所谓的精神科医生 回来的话过了一段日子之后 他们还是有吃药啊 可是当时他们又复发了 那个病可以拖了很久的 除了吃药也需要补导 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他们的病 他们好了起来 他们说哎呀我根本没有病了 他们你们弄错了 人很快就不吃药了 吃药最少要吃一年到两年 如果六个月后他们以为好了 医生错了 人变成他们不吃药 所以不倒是要说服他们 跟他们讲一下 你真正有病 您刚刚说到这个行动小组 主要是要争取他们的权利 保障他们的福利 换句话说 就像这一群人来讲 在新加坡目前 并没有受到应该有的照顾就对了 对对 哪方面 好像说我们医药保健 如果你有身体的疾病 你去医院你可以每天扣到300块 如果你有精神病 你每天最多可以扣到150块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差别 会不会一个可能性就是 一旦他把精神病约入说 你可以投保的 或者是医药保健也能够付的 那很多人动不动就说 我有医生啊 有专业医生这个认可 有可能15年前 20年前 这样的看法是对的 可是现在已经根据了 有根据了 你有医症 精神分裂症也好 你的脑的 那个化学不平衡 是一个病来的 测量得出来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明显的用 这个准确的数据来评断 他是不是精神病 或者是医药保健 这些人就会说 我一旦看了这个医生 就有一个底了 那这个底就跟着我一辈子 我工作到哪里 人家都会知道 我是有问题的 你说得很对 因为前几天 我看到一个病人 他有忧郁症 他的忧郁症医好了 他去申请工作 可是 都很顺利 都很顺利 到最后一关 那个人问他 你有什么病 连他很坦白跟他说 我有忧郁症 我曾经找过心理医生 连那个老板就站起来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以后再通知你 连过后他就没有得到消息了 所以他就变成要来看你了 所以你意思是说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这是很明显的 有一个偏见 歧视 歧视 所以我们的行众小组 要克服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怎么去克服呢 因为一方面 从雇主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也更能够明白 那些雇主的 一旦你看到那个人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会再复发 可能不一定是我 对这个病有歧视 乃是我很担心 这样的病 会不会影响 这个人的工作表现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 很客观的一个担忧嘛 所以我们这个行动小组 就要教育 全新加坡的人 包括那些老板 跟他们讲 悠意症是什么什么 精神分裂 是什么什么 然后呢 我们跟他们讲 你可以跟医生联络 如果这个病人 在你的公司工作 他有心理医生在看他 每个月他去看心理医生 有什么事呢 可以通知心理医生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所以我们不管是 从我们的这个医药津贴 或是保险来讲的话 甚至像我们知道 有一些大学 好像入学的时候呢 在你报名的时候 摇天你到底 没有心理疾病 这方面是一栏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歧视嘛 对不对 对 这个我们很多年 就提起这个问题了 最近呢 那个表格上 虽然有问这个问题呢 可是下面还写作一句 我们是来帮忙你的 如果你说你曾经 看过心理医生 我们会特地的关怀你 特地的给你补导 所以像这个 大学的这一套公司 或是任何企业来讲 其实也可以往这个方向 去努力就对了 这是进步了 精神病跟忧郁症 可以根治吗 轻微的可以彻底好 如果是重的 也是可以维持 保持生活的 正常生活 好我们谢谢红医生 今天做出宝贵的时间 上我们人爱礼 谢谢 谢谢 是的 那么稍后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 请到了一位勇敢的 陈里珠小姐 她要告诉我们 她曾经呢 这个被诊断 患上了躁郁症 可是她同时也获得了 哈佛大学的博士协位 到底她是如何 走出这一段的阴霾 现在的心情又是如何的 我们广告之后见 欢迎继续回到 人人爱礼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就请到了陈小姐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陈小姐呢 在新加坡也是 就读于名校 而且呢 在哈佛大学 获得了这个博士学位 目前呢 也是从事科研方面的研究 可以说生活得非常好 可是呢 她曾经有一贯经历 就是患上了躁郁症 到底她的经历如何 我们今天呢 就想听听她自己是如何说的 我们掌声先鼓励一下 我们陈丽珠小姐 今天非常难得 不容易谢谢 首先是不是 您介不介意跟我们讲讲一下 您患病当时的一个情况 是怎么样的 我当时 我好像读书 读得太多 很多年 我很勤劳地读书 等一下到了 去美国 好像读得不下去了 家里人有给你很多压力吗 读书 不是 家里人没有给我压力 是我要读的 我年轻的时候 有人 触犯了我的身体 当时我不懂事 但是长大的 觉得很忧伤 你当时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跟家人说 或者有没有寻求一些帮助 有没有人来帮助你 当时没有人帮助 只是 我说几个月前 跟一个教会的长老 商量一下 他问我 有没有人 触犯我的身体 我记得 也还有 但是那时候我知道 我不知道 那时候有看医生吗 有 有看医生 那个事情 就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中学还是高中 中学 中学的时候 当时你的精神没有问题 没有 可是那件事情 就是掩埋在你的心里面 嗯 呀 陈小九 我有一个问题想 很冒昧的想问你 我今天蛮惊讶的 为什么你今天愿意出来 在电视的面前承认这件事情 嗯 我 我 这次不是 my fault 不是我 不是你的错 你根本自己没有错 我根本自己没有错 第二是 你有 遇到什么遭遇 是可以 可以克服的 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 早一点去 面对 面对 比较好 但是你现在 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forgive了 我原谅了他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要原谅别人 他是一些做错事的人 他必须付出他的代价 比如说 这个侵犯你的人 是你认识的吗 你认识他应该付出他的代价吗 我认识他 我认识这个人 但是我 好像二十多年没有见到这个人 他好像他在活着我也不知道 我不要 我不要再 我又不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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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说 你现在站出来 说自己曾经患过病 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别人用什么眼光看你 我知道有很多人取笑我 在背后 取笑你 取笑我 我工作 几年工作的不太好 那你家里的人呢 没有亲自我的 他们相信我能够 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能够照顾自己 你是怎么好起来的 你自己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原因让你好起来 是你碰到了好医生 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好起来的 什么 第一个是我 我的旧老板 他很关心 他很关心 我关心了 我很感动 他退休的时候 我很伤心了 但是现在 现在我的老板 他也会鼓励我了 他会有各种办法 使我工作 使我工作做得比较好了 比如 他给我在办公室里 放一个钢琴 放一个钢琴啊 其实你能够逐渐好起来 是因为一个人 就是你的旧老板 他给你机会 他鼓励你 对不对 所以让你不会放弃 今天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在这个全国的观众面前 你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你要发什么样的信息呢 第一 不要把东西隐藏起来 跟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 寻求他们的权告和意见来 第二是找心理医生 给你药品去治疗 我想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 因为我们的医生还在现场 可能有一些专业的一些 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洪医生 洪医生不好意思 洪医生对 像刚刚他提到说 是他因为遭遇过 这样一个不幸的遭遇 这是不是他 引爆他精神上出现问题 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呢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不是单一的原因 我看他已经是受到压力了 每次他想到往事的时候 那段事情会使他更难过 使他更难过 尤其他在那个时候 也是很多压力 所以压力 读书的压力 连想起往事 还没有解决这个往事 弄到他 混乱了 头脑混乱 所以你认为说 医生他讲出来 是不是也是一种治疗的过程 对对 我相信他现在好了很多了 吃了药好了很多 连有勇气 讲出这段往事 是不是 这是好的象征 所以我相信 如果一个人有了病 能够接受 能够知道 自己不能够恢复100% 95%也是好 99%也是好 第三是家里人的支持 同事的支持 这样如果有三个因素 一定 99%一定会 完全恢复的 所以我们也非常谢谢 我们也在这里 也鼓励这个Annaz 要继续加油 也希望呢 所有在 这个生活当中 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 可以向Annaz来学习一下 当然也希望 所有在周围的朋友 或是同事来讲的话 都能给他们一个 再次能够投入 这个正常生活的一个机会 对 我们也在这里